我们今天讲一下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 前几期我们讲了现实主义理论 包括国家力量 力量平衡和国家利益等概念 其实在现实主义理论中还包括结构现实主义 主要研究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模式 比如基辛格的稳定的体系和革命的体系 沃拉斯坦提出过中心体系和外围体系 当然还有专家提出过同治体系和意志体系 农业社会体系和工业社会体系 多级两级和单级国际体系 现实主义理论中还有行为主义 主要是通过数据的分析和概率的推测 来判定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 大家比较熟悉的博弈论 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主要是讲零和游戏和非零和游戏 零和游戏强调对弈双方 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所失 一方所失就是对方所得 不承认合作共赢 博弈论还有两个著名的模式 即胆小鬼游戏和囚犯的困境 前者是对两辆车迎头相撞的各种情况分析 研究大国之间的对抗的底线 比如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 而后者通过分析囚犯同伙之间的利害关系 研究大国之间如何达成妥协 经常用于冷战 美苏的军备控制谈判 但是在理想主义中 我们几乎看不到上述的勾心斗角 在海明威的名著《老人与海一书》中 圣地亚个老人经常安慰自己 我的大鱼应该在某个地方 这种追求和信念跟理想主义很相似 理想主义也可称为自由主义 是根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 它信仰社会的进步 人类的理智 道德和社会价值 在自由主义看来 国际关系不应该是一种无政府状态 而是要通过规范法律和国际组织 来制约人和国家的行为 从而避免冲突和战争 建立一个更为公正和美好的世界 早期的自由主义更侧重 西方政体的法治和权力平衡 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约翰·洛克 法国的孟德斯丘和卢硕 以及德国的康德 约翰·洛克是英国哲学家 生于1642年 他认为人人生而平等 拥有自然权力 包括生存 自由以及财产权 他第一个倡导了政权的分治 分为立法权 行政权和外交权 孟德斯丘 西方法学理论的奠基人 1689年出生于法国贵族家庭 1748年出版了法义一书 又名论法的精神 强调法律是理性的体现 他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学说 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相互制衡 卢硕是法国思想家 生于1712年 社会契约论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 其思想成为西方各国 确立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理论之导 康德 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 生于1724年 在他的著作中 他也提出过世界公民 世界联邦和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原则 而理想主义最著名的代表 是一战之期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伍德罗·威尔逊 1856年生于维吉尼亚州 大学期间是法律专业 后来在霍布金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 1902年当选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1910年当选新泽西州州长 1912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当选美国总统 一战期间 美国于1917年4月2号对德宣战 1918年1月8日 威尔逊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说 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 支持公开外交 公海自由 贸易自由 削减军备 不兼并 不赔款 成立国际联盟 通过谈判来解决争端 一战后 威尔逊不顾国内的反对 坚持自己参加巴黎和会 在美国代表团的五名成员中 除总统本人外 还有总统私人顾问豪斯上校 国务卿罗伯特兰心 前陆军参谋长布里斯将军 共和党职业外交官亨利怀特 威尔逊信不过共和党人 所以在决定和谈代表成员时 拒绝考虑共和党的提名人选 比如前共和党总统塔夫托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人亨利洛奇 威尔逊这样做的结果 也是他自己最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因为欧洲的议会制 大多是立法和行政合而为一 执政党占议会的多数就能通过决议 但美国却不同 经过半年谈判 而最终达成的法尔赛合约 在美国议会就没有得到批准 对于威尔逊总统的14点计划 欧洲列强反应不一 英国首相劳和乔治认为 那是些理想主义的模糊的字句 可以有多种的解释 在现实中行不通 英国要按照自己的意愿 让对手接受条件 英国不可能同意公海自由 否则英国强大的海军 就不可能进行海上封锁 对于威尔逊提出的不兼并 不赔款 法国是完全不能同意 因为德国对法国的入侵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法国一定要索取巨额的赔偿 而且在普法战争中 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和罗林地区 都必须归还法国 法国总理克里蒙索认为 威尔逊对欧洲太不了解 彼此交流起来太困难 威尔逊以为靠着他的十四点计划 或者某种公式就可以什么都搞定 上帝才给了我们十诫 但威尔逊却强加给我们十四点 而且还这么空洞 在会谈中 威尔逊总统认为 人的本性基本上是良善的 但是克里蒙索对此表示怀疑 他对威尔逊说 请不要误解我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跟你所宣扬的一样 也是怀着高尚的秉性和美好的愿望 我们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光景 是因为世界这只无情的大手塑造了我们 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这个世界 而且还不得不足够坚强 才能生存下来 根据威尔逊的观点 单靠武力达不到目的 而克里蒙索的看法却正好相反 他相信强权就是真理 在一次五三十 他指着桌子上的一只烤鸡 对威尔逊说 为什么这只烤鸡会躺在这里 就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力量 去抗争那个要杀死他的人 威尔逊总统坚持他倡道的国联 是一种集体安全 而原来的强权体系和力量平衡 都证明是失败的 克里蒙索声称他并不反对国联 只是并不怎么信任他 也不信任德国人 因为欧洲的历史一再告诫人们 要随时做好战争准备 克里蒙索相信 威尔逊的观点是坦率的高尚的 但同时也是极其幼稚的 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因为索要休姆地区的领土要求 没有得到满足 后来退出巴黎和谈并辞职 他的继承者是弗兰西斯科尼迪 认为威尔逊的国联是民族国家之间的障碍 他说当年格伦布从欧洲出发是想找到印度 结果却发现了美洲 威尔逊总统从美国出发 希望给欧洲带来和平 结果带来的却是困惑和战争 在中国问题上 威尔逊也表现出了很大的退让 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 理应收贿德国在中国山东青岛的权利 但是威尔逊屈从于日本退出巴黎和谈的威胁 同意把青岛的权利转让给日本 从而极大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使得他们认清了西方列强的本质 而最终选择了学习俗俄武装夺旗政权 绝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 现实主义强调事实如此 而理想主义强调应该如此 现实和理想力量和道德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 与人如此与国也如此 理想主义者眼中的世界是他们想象中的美好的世界 他们的目标和追求像是天上的星星 因为太高所以光亮也很小 而人类自我利益至上的本能 使得冲突和战争从未停止过 人们也普遍相信 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 适者生存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美国在建国之初 也曾有现实和理想的纠结 汉米尔顿的联邦党人代表了力量财富和权力 杰威逊代表了美国的梦想和对自由的追求 时至今日美国的外交政策 依旧是大棒加胡萝卜 一方面鼓吹自由民主和普世价值 一方面保持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理想主义本身有时很难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强权政治甚至邪恶的力量 都会借用理想主义的外衣 1938年5月 希特勒访问罗马 意大利和德国宣称 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促进国际合作 恢复对公平安全与和平的保证 法西斯主义者和战争的狂人 也会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天使 德国历史学家梅涅克对理想主义的重大缺陷 这样评论 将他们放在现实中发现只是空话 他既不能渗透到政治家的思想意识中去 也不能阻止当代国家追逐利益的恶性循环 因而只是漫无目标的抱怨和不切实际的推测 最后导致内心的虚伪和哀愁 当理想主义显得过于空洞和迂腐时 现实主义就不可避免的要撕掉理想主义的哲学部 但是十足的现实主义 如果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的装饰 就只能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 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介绍 我们已有几期的视频 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在关注国际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时 一方面看热闹 另一方面也能看出门道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